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甲旭丁丑 甲旭丁丑 这个八字他 就是说他去提问 结果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他是 鹿 这个是生鹿 他喜欢笔尖 就是金 另外一个 就说他是生墙 因为全部都生他的 你看地质全部都土 生他的 所以他喜欢要克线 所以他喜欢木虎 这个八字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碰到这一种状况 我的八字到底是生强还是生弱 怎么两派的说法都有 到底是哪一个 我相信你自己也迷迷糊糊的 当然对我来讲 他是生强 他是生弱 他是特殊格局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的就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看的就是一个五行排列 我们来看 第一个说他是生弱 要笔尖的 要笔尖 我们来看一下 他要笔尖 假设笔尖 假设笔尖进来这个八字里面 他会产生什么现象 我们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笔尖 第一个是庚金 庚金的话 他会怎样 庚金克甲木 所以 庚金克甲木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 他的这个天干 他就会怎样破财 假如是新金的话 他会甲木生丁火克新金 所以 他两个金其实进来对他的 在天干来讲没有多大的意义 但是他地支走生金 走友金 土来生金 会让他的一个人际关系都会不错 但是天干走的时候第一个会破财 第二个反而的际关系更弱 所以 他的金用在地支 可以 天干 那不行 我们再来看 说他 要用的是什么 木的 木的 我们来看天干 他走假木 宜木 都是木生火 所以一般来说 没有问题 他的财运会旺 地支 他走 引木 也ok 木来克土 他的应运会稍微弱一点 但是他的木会加强 但是他走卯的时候 卯续合没有用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走木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有效的 还不错 四个里面有三个 走火 火呢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走火 丁 假如走丙火 他会克日主 变成日主受克 当然不好 走丁火 官运会更强 地支走四火 五火 都是火生土的一种情况 其实都不错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就是说 他来讲的话 每一个说法都一定会怎样 有对的时候 但是相对而言也有错的时候 所以每一种说法来讲不全然是对 各位也不全然是错 也不全然是错 因为毕竟五行流通 各位你就知道 同样的一个五行进去 你看 天干甲乙木进去都还可以 可是地支 银毛木都是木进去的时候 就产生不一样的现象了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就是说 五行派他所看的 他这个是一个五行流通的一个情况 因为五行流通他产生了一个变化 那就会怎样 出现了运势的一种变化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你就会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一直在争论用神 同样的一个八字 不是就只有一种看法吗 一下子有人说他生强 一下子也有人说他生弱 判断的依据到底是在哪里 其实各说各话 所以就会产生这一些东西 可是他当他们在用这种东西的时候 他找出了喜用神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会验证 有的时候又不会验证 就像我刚刚所写的一样 你用金 天干用金没有用 地支用金可以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这些都还只是大运而已 这是大运 当大运进来的时候 各位大运的时候 你的流年再拿进来的时候 就完全不一定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在流年再拿进来的时候 刚刚只是简单的分析 喜用神的一种状况 再把流年拿进来的时候 喜用神的状况更是不一定 他变化会更多 所以各位你认为说你有可能找到一个字 可以完全的去 完美 全是这一种八字的喜用吗 当然很难 非常非常难 同样的 对不对 各位 你要了解 同样的 这一边 火 走火 走火 对不对 丙丁火 对他是好的 对不对 假设是五火 那五火对他的官运是好的 可是你要知道 五火对他的官运是好的 但是他假如我们把十二地支 再来排进来的时候 直 没有用 直丑合 反正他应运还变弱了 对不对 丑土还不错 对不对 尹 这个也可以 木生火 卯 当然就不行了 华掉 卯就不行了 华尘也很好 对不对 华尘 四 四火 也很好啊 交往他 五火也可以啊 卫呢 就偏弱了 卫土就不行了 生呢 果生土还生金 很好啊 油呢 也勉 勉强可以啊 蓄呢 也不错啊 亥呢 就不行了 所以 各位 你就会知道啊 他在五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 这些都可以用啊 本来我们地支的生酉金就可以用了 但是我换个字 我换成是呢 对不对 是的话 你看 生金有用了吗 没有了 生金四色一合 他的关运就消失了 所以各位啊 你就会知道就是说 同样的五行进来 你看这个是五的一个状况 还算不错 可是呢 你看用四的一个状态 四的话 职丑合 其实 官运是还ok啦 可是实际上没有帮助嘛 一样啊 丑土也ok啊 银也可以啊 毛 不行嘛 臣也可以啊 四也可以啊 五也可以啊 可是呢 胃呢 原本在五的时候不行 在四的时候就行啊 生就不行啊 油可以啊 蓄可以啊 害 会稍微差一点 害会稍微差一点 所以你看 两个部分都是火 可是他就有出现了部分不一样的状况 原来的胃是不好的 可是他在这一边就好 原来的生是可以的 在这一边又不行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同样的五行进来的时候 他本身 他的能够起的作用就不一样 他能起的作用就不一样 所以他的一个流年的一个喜迹用神 当然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八字是一个流通的现象 流通的你就知道就说 同样的字进来 他不一定会产生一样的现象 我们简单假 假如都一样的话 奇怪 怎么这两个部分会有差呢 所以 各位我们就会知道就说 为什么在运势里面 我不是以前走什么运吗 我现在应该会跟以前一样 可是往往就会不一样 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你可能用的十年 生以前的生很好 现在的生 这就不对了 所以 在学八字的时候 你假如用过去 你以前是不是这样子 你可以判断你的用神是什么 在判断未来的时候 各位 他就会产生这样 以前好的 未来就会变成怎样 不好的 对不对 有可能 或者是说以前是不好的 现在可能会变好 有可能 为什么 你的大运一定转了 你要不要解 你的大运已经转了 所以会不一样 天干每十年转移世 所以我之前的假年会怎样 我这一次碰到假年 你的大运一定换了 我之前碰到鼠年 我现在碰到鼠年 可以说差不多也换了 差不多也换了 所以各位 你就要了解 你要了解 就是说 在八字里面 你不要用以前会怎么样 现在你会怎样 因为当中的一个大运已经转变了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举这两个 对不对 这是五运 五大运 这个是四大运 对不对 他在四运的时候 生不能用 可是他可以说 我以前碰到生的时候不好 我现在碰到生 我一定也不好 可是怎么到这边生反了 就还不错 同样的 他以前碰到胃很好 可是这时候碰到胃 怎么变得那么糟糕 各位 所以不要用过去来推论用神 他一定会出问题 这个就是很多人推的很高兴 但是他永远就会出现很大的盲点 怎么跟我所推的又不一样了呢 我的八字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现象 没有什么特殊的现象 就是单纯的一个五行排列组合出现了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大运已经不一样了 了不了解 大运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各位不要用这种方式去推论 而且你也要了解 你也不要说 你之前在这个流年 你走四五都不错 所以你的用神就是火 你的用神就是火 你假如这样子的话 对不对 他假如用神是火的话 很简单 生 他只要碰到一个是 是生一合 他不是说 你不是说我用神是火吗 为什么我这一次的火年 我就不行了 各位排列组合不一样了 你要不要解 不要用这样子去推论 很容易会出包的 很容易会出包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